我叫孟小凡 我明明记得就在刚刚 和同学一起参加沉浸式剧本沙 挑着挑着衣服 就遇到一个帅气的男生 他叫 他叫 我是酒肆的老板 谢退思 只要你成亲想要实现梦想 摆脱迷茫 喝下这杯酒 必能得偿死的愿 默念你心中的愿望 喝了它 我想变美 我想在毕业之前 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哪怕一天都行 我想 配得上你 游戏正式开始 你想什么呢 不是 谢退思呢 你们老板呢 你是说掌柜的吧 他去一仿司了 不到有事不会回来 你找我表哥干嘛 你从哪来的呀 一仿司 是下一个副本吗 副本 他是不是 谢迅签下的风雨价啊 嗯 顾问呀 我们这个调是合正经的地方 你跟谢迅有什么恩恩怨怨的 请到外面出席 不要把我们九四的名称搞臭 请 哦 不对啊 这边里面没有一仿司这个地方啊 是不是你们NPC没把这边给全呢 NP什么 NPC 什么PC NPC N什么C NPC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来应召的吧 我们不要比我好 我们不要你 应召 五朝八年 表哥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呀 花魁不在也没什么兴致 嗯 今天也没什么客人吗 那就打烊吧 我现在回去休息了 那等吃饭我叫你啊 那个 姑娘 我们打烊了 哦 我知道 你还不走吗 我 我走了 这不对啊 我得去找蝎腿丝问清楚 他在干嘛 在浴室里面跳舞 这是什么奇怪的癖好 我又在干嘛 偷看卸腿丝洗澡 不行不行不行 这也太猥琐了 不完了 只要是今天不说清楚 往后就没机会了 我出去吧 表哥 换洗衣服我给你拿来了 表哥你喜欢了没有 要不我把衣服给你送进去吧 不用了 好 那我把衣服给你放外面了 摸够了吗 对不起啊 我没摸够 不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你这个腹肌真好看 她的手感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偷看男子的沐浴 你是何局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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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是看了照片告示进来的 所以你是新来的女司 不是 你不记得我了吗 和副馆的那个 咱俩一起进的酒寺 然后你递给了我一杯酒 我喝了以后我就断片了 我醒来我就到这儿了 跟我喝过酒的美人 我必然记得 但是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美人 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了 你问我在下怎么会知道 不是 你跟谢推斯长得一模一样 你肯定知道 谢推斯又是何人 胡言乱语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你等一下 勇敢妞妞 超级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不是吧 你这也没听过 你怎么回事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等一下 我还不发现3Q按的油 这不是张口就来吗 你爱我要我爱你 你是不愁甜蜜蜜 表哥你不要怕我来啦 我去吃这个样子 刚刚的一切是怎么回事 是梦 是游戏 还是 穿越了 都不是 这里是你的心境 谢褪丝 是你带我来的这 你不是渴望变美 然后用一段甜甜的恋爱吗 你愿意让我帮你完成这个心愿吗 真的可以实现吗 只要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梦想自然会成立 每隔十二个小时 就喝一次酒 就可以维持美貌 当你心中的疑惑被解开的时候 你自然就可以回到你的世界了 解开疑惑就能回不去 这真的是我吗 变好看了 那 已经变美的话 接下来就是 恋爱了 我给警告你啊 不要有什么滑滑肠子 要是对我表哥有非分之想的话 我一定 我干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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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变回去了 这可怎么办 这五七九四的酒是真带劲啊 喝了就能 来好事 每隔十二个小时 就喝一次酒 就可以维持美貌 难道是酒 好呀 不错呀 怎么没有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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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不对 这酒不行了 这一看就是好酒 跟那些不是一粒合色的 哎 哎 好香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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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听他们扯 告诉你 今天 我们两个就在这儿结拜了 你以后就叫我大哥 哎 我就叫你弟弟 是不是 几个菜啊 喝什么多啊 你等我一会儿啊 哎呀 哎 我更好 好 我 感谢观看 我难受啊 感谢观看 你很漂亮很美啊 你说我见过最美的女子 我吗 那 那我们谈个恋爱吧 谈恋爱 就是 我爱你呀 你爱我呀 你学冰城天秘密 你更爱你 你还装傻 你就是眼我丑 你不喜欢我 我都不喜欢我自己 怎么喜欢别人 你为什么不喜欢自己啊 你长得那么帅 全世界都应该喜欢你啊 你不会明白 可是 可是 我喜欢你啊 我从第一眼见你 我的小鹿 就在我的心上放散了 变美的感觉 是不是很好啊 可我马上就要被打回原型了 我该怎么样才能维持呢 去找五天江 你别走呀 我还有话要了 你呢 我不走 我一直等着你呢 你怎么在我房间 那就要问你了 所以你一直拉着我的手 不让我走 而且 昨晚 昨晚发生了什么了 难道我俩已经 昨夜梦姑娘的表现 实属让在家大开眼界 如获之傲 所以 所以 今日我谢某人想冒昧的恳请你 不知能否 啊 什么 他要干什么 向我求婚吗 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呢 难道 昨晚我俩已经生命主船收饭了 请您 收我为徒 啊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了 其实我整日留恋意放思 并不是因为我喜好女色 而是我想学习她们的歌迹舞异 直到昨晚我看到了你的表演 我才知道跟你一笔 她们简直不值一提 那我又何必舍尽求远呢 第一眼见 我的小鹿 你在我的心上 靠 嗯第一眼 哎 哎 哎 这大好的日子 我们来拍张照吧 哎呀 这发光热死了 那是什么梦子 这 手机啊 手机是什么东西 为何我们在里面 又好 不在里面 有说什么闪话 手机嘛 你就把它当个镜子好了 哎呀 快快来 进进 进来拍个照吧 进 哎呀说 鞋子 哎呀 原来 他只是想跟我学 我知道 让小鹿 又想 嗯 那 教你有什么好处呢 学费赞是没有问题的 昨天晚上打碎的 花瓶啊什么的 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 这还不错 而且 要是当了谢迅的师傅的话 还可以继续留在他身边 也方便我偷五天江 他肯定要开一个天价 一看就是一个贪心的名字 不过 只要他肯把绝世记忆传授给我 再多也是值得的 那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会在合约里面空出来两行 只要你愿意收我为图 你填什么条件都可以 但是有一条我要生命 这家酒寺 是我谢家祖传下来的 镇店之宝 是我祖父酿的五天江 这个酒的绝迹 是不可以传授别人的 其他所有你能看到的东西 任意挑选 成交 小哥 哎师傅哎表哥 师傅 真的要 这样吗 合同上是你自己盖的手印 况且我是为了把练习的效果最大化 你穿这么多 我怎么看得到你的肌肉动作呢 天哪 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到的美好画面吗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认真一点 那个 不对不对 你这个手啊你 他不是这样的 他 你这个手啊 他 这个胳膊 你得 尽量的 师傅 嗯 我的脚 疼 嗯 嗯 那个 不用跳了啊 旅行你的 第二项职责吧 是啊 哎呀痛痛痛痛痛痛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我再试试别的地方 哎呀 突二啊 哎 你这个名字啊 得换回来 不然你这个粉丝 应援都应援不起来 总不能给你举一个 训的当年 那也太训了 得起个意名 我就是很训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 家父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是希望我以后能够谦逊有理 我呢也一直以此为标榜 争取做到一天更比一天训 别别别啊 你这个谦逊呢 还是用到别的地方去吧 那在路 台上就得燃起来你懂吗 我已经想好了 从今往后你就叫 谢霆锋 你会有很多粉丝的 啊 就是歌迷 观众的意思 嗯 谢霆锋 水谢霆台 徐徐有风 好一个优雅又别致的名字 没想到师傅 不仅擅长歌舞音律 温采也如此卓越 谢师傅自明 谢霆锋 哎呀 谢霆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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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好了好了 你就别细品了 抓紧练习 我明天还要考核你基础五步呢 啊 师傅放进 师傅慢走 师傅 我先回家 好的 加油 双仔 加油 加油 孟雨凡 啊 你给我过来 哦 怎么了 给你两个时辰 把那些柴皮了 这么多两个时辰 怎么可能皮得完啊 谢霆锋 你是不是耍我 哎哎哎打得住啊 别叫我谢霆锋 跳舞的时候 你是我的老师 平常的时候呢 我还是你的老板 干活 哈 三 谢轩 你真是太轩了你 谢谢 谢谢 我喜欢你啊 我从第一眼见你 我的小蜜 就在我的心上撞死了 一边说喜欢 一边又跟别人构建搭配 没想到孟雨凡你是这样的 你 嗯 我怎么会这么想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辞工 消失 马上走人 你是怕我晒黑吗 我是怕柴晒着了 哼 就知道 你这些柴劈的歪歪扭扭 大大小小的 到时候放进柴房子 放不整齐 哎 这些柴本来就是用来烧的 我想劈成什么样都行 信不信我劈个你的样子 你要是有这个本事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你信 你看这个 又短又宽的 这不是你的上仔 才上仔 看他都快三十岁了吧 你叫谁都这么亲切喽 我还以为你只给我起了一条 上仔才十九好吧 就是长得着起了一条 你吃醋了是不是 你吃醋了 这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吃醋 我最讨厌吃酸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打伞 不就是怕我撞鼠吗 谁 谁 谁跟你打伞了 我是 看了天象 觉得 会下雨 怎么 怎么可能 这么大太阳下什么雨啊 静 居然真的下雨了 太好我手快 不然这堆柴白屁了 屁不完就慢慢屁呗 手怎么了 我看看 死不了 还有一堆柴没屁呢 你屁不完可以向我讨饶啊 我又没说不能求助 再说了不就一堆废柴吗 能拼命干吗 好 那个 商仔说了 这个月九四的钱又可以空了 要是这堆柴再湿了的话 那岂不是雪上加霜 再燃下去 九四都快倒闭了 倒闭就倒闭呗 我无所谓 那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的是 你说这家九四 是你祖上传下来的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经营啊 这不是我的志向 这间九四 也完成不了我的志向 而且 我讨厌酒 你从不喝酒 我的祖父母爹娘 都是以酒为生的人 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学酿酒 长大了一点 就成了他们的试酒官 可是我从未尝过好喝的酒 药不就是特别酸 药不就是特别苦 从未尝过人们说的那种 酒的清甜 不会啊 五天江就很清甜啊 嗯 嗯 嗯 我是说 五天 五天之后我就让你尝到甜酒 嗯 其实我想说的是 五天嘛 你的舞蹈也练习得差不多啦 到时候我有办法 让你在这间九四里面 实现你的梦想 啊 该不会 我的初吻要来了吧 嗯 你喝酒了 我 吃了一碗酒酿圆子 哎呀 别装了 知道你喜欢喝酒 只要你别喝坏了身子 喝得烂醉 少喝点无所谓 还好他不知道五天江湖的 其实吧 酒也能够带来很多灵感 好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准备在这间九四里面 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你想不想试试啊 什么的 金属 我告诉你 哎呀 这个梦女神啊 真是比天气还难散啊 这谁啊 这谁啊 好帅 小哥 好 好好看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新衣服和花球 好帅啊 天哪 妈 那个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 怎么样 海报不错吧 这可是我花了一整个晚上手绘的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地给我安排演出 这不是惊喜 是惊吓 我不愿 你不许 你为什么学唱跳 难道只是为了在房间里面 给镜子给自己看的吗 你早晚有面对观众的那一天 你早晚要跨出这一步的 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好 你已经很棒了 你别担心 有师傅在 你怕什么呀 我不是不信你 我是不信我自己的 你别白费心思了 等我练好了 再跟你说 谢迅 谢迅 男人 这是你比我的 孟雨凡你竟敢给我下药 趁我睡着还用这么下三烂的手段 是不是啊 你卑鄙你我推你 给我松开 今天 我孟雨凡必须让你走出舒适区 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勇敢站在我台上 我孟雨凡教出来的学生 那必须是舞台上最善良的在 你给我松开 松开 哈哈哈哈你干嘛呀 要话好好说吗 哈哈拿这么多酒干嘛呀 哈哈 今天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没有什么困难 是克服不了 你一定要学会 战胜自己的心 喝了 你你给我 什么味道的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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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我不喝 哪儿躲 这样呢 咱俩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不要过来 你别过来 我没有拿 咱俩 我太いて了 孟雨凡 啊 我现在好快啊 你听 你听 你 那算了 最后一碗不喝 不行 我喝 你 这酒怎么会 这么美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 不是 不是 吃这酒 好甜啊 这么甜啊 谢绪 你终于尝出来酒甜了 我 我不知道是这酒 还是 还是 你让我心跳 来了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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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晓了 来来来来来 这声音啊 浪亚月 他唱的这是什么呀 没听过 一人憔悴我举杯 饮尽了风雪 是谁搭 哎呀什么呀 还以为能唱陆游戏写的词呢 就是啊 唱了什么东西啊 听不懂 糟了 我忘了古人 不喜欢古风歌曲 早知道 教他一首英文的了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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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别走啊 你等一下吗 这还要更精彩的 别走呀 别走呀 哎 哎 你等等 你跳啊 你跳啊 哈哈 你别灰心嘛 起码 你还收获了一个观众啊 就是 谢公子 其实你这种情况呢 并不算严重 我认识清晨派的一个道士 他徒弟的爷爷的表弟 有一门偏方 专制电线 改天我跟他切锁的时候 帮你给要过来 哎 那那个 冯大哥 你刚才说那个 清晨山的故事 没跟我说过呀 那个人功夫用的 到底是南派的 还是北派的呀 哎呀 好逼你讲讲啊 他原本是武当的一个弃子 呃啊 当年武大门派 这个 那时候呢 我们俩还是都是少女 表哥 虽然我听不太懂你唱的是什么 但是我真的觉得挺好听的 你下次演出什么时候呀 没想到 诶 这不是谢丁峰谢公子吗 谢公子唱了又跳 神仙跑掉 不害臊 小朋友 姐姐送你一点蜜饯 咱们 咱们 谢丁峰 谢公子 连你也过来看我笑话 咱们 嗯 嗯 这个呀 是我三岁那年 初学画画的水平 哼 这个呢 是我八岁那年 跟老师学了一阵子以后画的 这是我十五岁那年 我以为我画的超级好看 就把整本漫画都寄给了杂志社 我还以为能刊登连载呢 结果没想到 结果没想到 被整本退了回来 我画了十几年的小漫画 只有一次得奖了 你猜是哪次 是我八岁那年 没想到吧 我以为我画的一塌糊涂 我以为我画的一塌糊涂 没想到评讲的老师说 从这张画里 看到了我绘画的天赋 给了我一个奖 所以啊 你眼中的失败 未必就是真正的失败 况且 人怎么能被一次所谓的失败 就打倒呢 就像我当年被杂志社退稿子 假如说 那个时候我就封闭不画了的话 哪能画出这么可爱的一样 可不可爱 可是没人喜欢我的表演 我喜欢啊 你是我师父 当初是谁求爷爷告奶奶的 非要让我叫 还说我武艺超群 现在倒好了 连我的肯定都不满足了 谢逊 你膨胀了 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看啊 就像那些酒 有咸的 苦的 辣的 臭的 可是你最终 还是尝出了甜的味道 那是因为你我才 放弃 音律和舞蹈是你的一生所求 难道要因为疑似这种所谓的失败 就放弃吗 再说了 谁说所有人都不喜欢的 你跟我来 表哥 你上次唱那首歌前几句我都没听清楚 你再给我唱一次呗 那个 讲柜的 店里的蜡烛快涌完了 你下回演出 我得去进点货啊 谢公子 唱又跳 如同星星自爱闪耀 你这儿是干嘛呢 骂你下一场的海报啊 孟玉凡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 这样有巫星的玩儿啊 你要是不成功 岂不是间接地说我学艺不尽 无论如何 还是谢谢你 谢逊 你的舞台梦 很快就要实现了 舞台那么大 你一个人在上面的时候 或许会有些害怕 不过你别担心 从今往后 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或许他们平凡 懦弱 孤独 郁郁寡欢 可是 人 生来就是不一样 请 我们又何必可求自己 非要与众一致呢 也许 只有那些不一致的人 才能够成就这个精彩的世界 你要相信 在这个地球上 任何人都有适合他生存的环境 就像这个给人带不来荣耀 也带不来财富的小九四 我可以如此闪闪发光 哪怕只是个梦幻泡影 但此刻 我得到了注视 掌声 还有他 你今天开心吗 有那么多人为你鼓掌 肯定开心坏了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知道 那些掌声不是给我的 可我依然感到满足 为你得到的一切开心 比我自己开心 还要开心 晚安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美好 该回去喝酒了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天凉了 正准备回去呢 能陪我坐一会儿吗 今天我很开心 谢谢你 客气什么嘛 徒儿学义有成 为师爷感到很高兴啊 你对我 真的只有师徒之情吗 如果只有师徒之情 那为何方才你在九四里的那些话 不在清醒的时候说 你小子居然装睡 你这话 好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坏入麻的 我这个人最讨厌交情 其实我想说的是 今天在舞台上的你 闪闪发光 恭喜你如愿以偿 做了你想做的事情 成为了你喜欢的人 我是为你真心地感到高兴 所以对你来说 我是特殊的吗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对我来说很特殊 以前的我不喜欢自己 不喜欢九 不喜欢这个九四 我宁愿让别人认为 我是一个寻花问蕾的花花公子 也不愿意告诉他们 我对音律舞蹈的痴迷 可是你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我喜欢上了现在的自己 或许 这就是我来到这儿的价值吧 如果那张契约 决定了我们的关系 就只能是师徒而已 从现在开始 我要重新定义这份关系 你的意思是 我从未有过朋友 也从未对朋友 有过心领神会 信心相惜的感觉 但是你让我第一次 有了朋友的感觉 又或许 这不是朋友的感觉 你真好看 我该回去 宇凡 别跟着我 宣皇上口韵 五须年新有月 乃皇上大寿之日 特指五蹄九四三月后 尽献五蹄江石坛 倾此 谢皇上 哈哈哈哈 起来吧 哎呀 好好表现啊 是大人 可别砸了 五蹄九四的招牌呀 哈 哈哈哈哈 十坛 十坛五天将 我们哪有这么多酒给皇上啊 慌什么呀 教理不是有吗 教理是有一坛呢 还是你爷爷 你爹都没酿出来 我爹不行 不代表我不行啊 你行 唱歌跳舞你行 酿酒你还真不行 我酿酒不行 哎呀 你们别吵了 咱们现在不是有一坛县城的吗 你们都没有尝过五天将 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尝一尝 然后想办法酿出来不就完了吗 你看 还是小堂靠谱 赶紧去酒教 小堂靠谱又不是你靠谱 你确定这个坛子里装都是五天将 我确定 那怎么没了 是不是你偷喝的 怎么可能是我 那就是疯人大哥 他都不知道酒教在哪 那就是你给他偷喝的 别以为我没看到 平日里你就让他舍账赖账 还拿好吃好喝的伺候他 就为了听那几个破故事 你这个 你这个小逆子 你怎么不怀疑你哥偷的酒呢 我表哥不喝酒 如果不是你 那就还有一个人 谁 孟宇凡 肯定是孟宇凡 今天他一整天都不见人影 做贼心虚 小堂 没评没据的 别乱说话 就是 那宇凡姑娘 她不可能做这种事 她一心一意的为了我们酒色 是不是 她能偷我们的镇店之宝 而且我也跟她说过 武团江至关重要 她不是不守规矩的人 你们就是被那个小狐狸精迷了眼 哎呀好了 现如今谁喝的酒已经不重要了 酒没了自然也酿不出来了 我虽然儿时喝过武田江 但早也没了印象 交不出酒是死罪 你们还是尽早离开吧 表哥 那你呢 五提九四 是我谢家家业 出了什么事情 我一人找他 我不会走的 行 真行啊 话都说到这了 我也不交情 我还年轻 我不想跟你们一块死在这 江湖再见 你带什么面纱干嘛 我有点不舒服 我问你 酒窖里的五天江 是不是你喝的 不是最好不是你 否则你就是害死我表哥的凶手 我一辈子不会原谅你的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上尿局来人了 说如果我们交不出石坛五天江 就要人头落地 表哥已经决定一个人担下这件事了 你也收拾收拾走吧 谁啊 是我 惊人一天没见你 没出什么事吧 雨凡 我给你煮了一些饭菜 若是你不方便的话 我给你放在屋外 你先休息吧 你等一下 你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昨晚上湖边风太大了 有点咳嗽 你若是没想好怎么接受我 没关系 我今天就是来想跟你说这个事了 不是 我是怕染病给你 我不嫌弃你啊 我不嫌弃你啊 你染了风寒 吃这些太油了 我去给你煮粥 你在屋里等我 没换错啊 就只剩一きます någonting了 我要是不交出酒 谢讯就会被我害死 可是他刚才只字为提这件事 不能让他死 你没走啊 慕容哥一大早就去买了神像 我也买了鸡和蜡烛 走 走什么走 我像这么没义气的人吗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最离不开酒肆的就是他 你说我们三个大活人 还能被尿憋死啊 我们三个臭鸡酱 喝一块 整不出一坛五天将来吗 俗话说得好 我命由我不由天 那你这是 我早上出买菜的时候 听到大爷大娘讲 咱们滨海这个地方 都是东海龙王三个五罩着的 只要我们成心共同 这三年代一定会显灵啊 就会保佑我们冯兄化吉 顺利酿出五天将的 你这也叫 你命由你 不由天 这 那总比你 你白那个贬强嘛 是不是 小康 赶紧的 我把店里的好吃的好喝 都拿过来 我就弄大酒盘了 来 那个 从 从哪儿开始啊 你问我 你弄来的 你 你不会啊 什么叫我 不会 我会上的我 哦 妈咪 妈咪 虎 哦 妈咪 妈咪 虎 三娘娘 快先灵 快先灵 灵 灵 你不会以为这样酒就可以自己冒出来吧 自己酒 这 不 就拉倒了 我是掌柜的 我来啊 三娘娘 我祈求您的 不 不 我知道 我知道 一定是我们三柱清香不够 少把搭的 我要帮谢迅酿酒 这点留着给我自己 应该够了吧 总要给大家一点接受时间的嘛 怎么这么大烟味 不会是着火了吧 请娘娘赐我们五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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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请娘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有吗 嗯 三娘娘 这五天降 关乎我爱人 还有朋友的安慰 请您显灵 祝我们度过难关 我要用我谢迅 你们干吗呢 我有五天降 三男男显灵了 三男男显灵了 三男 你这是孟宇凡 怎么都不打烟 你们交不出酒 也不至于把酒四点了吧 你真有五天降 那 真是五天降 从何而来 呃 这个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我慢慢给你们解释啊 我知道了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来到这个酒四了 你就是三公主 怕她在救兵 对不对 我 谢谢你们慷慨相受 谢谢三公主谢你 我慕容上发誓 从今日以后 作牛作骂 我都心甘情愿 你干嘛呀 盛子安 雨淳 你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你真的能尝出来吗 你真的能尝出来吗 这是我三岁月开始做的事情 现在有了五天降 就有迹可取 那打算怎么做 我要先尝一口五天降的原浆 就能记住它的味道 然后按照五天降的口味 再进行勾调 你说的这么深 到底行不行 其实 没什么把握 但是我们可以先拿一部分酒 出来试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 再想其他的办吧 嗯 咯 啊 好開心啊 再來吧 啊 啊 嗯 凡凡 凡凡 啊 爸爸 不是 就 抱抱 凡凡 凡凡 那个 当事人已经挂了 嗯 本次试验宣告失败 我先送他回去 不 等会儿 等会儿 我感觉 我感觉 我马上又要醉了 啊 啊 那你好好休息啊 我 走 走你 走 走 你要爸爸 举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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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多多了 这么开心 下来一会儿 再来一会儿 再来一会儿 别动 让我抱有 真希望这场梦 永远都不会醒来 忙了一天了 真是累死我了 五T九四 已经很多年没来过这么多人了 没想到是无心插流流成音啊 你说 要是把这个雪梨蜜饮 做成招牌 开一个奶茶店 那岂不是正番了 奶茶店 近日你对我 为何总是那么拘束 我 好像怕谁看见什么 你不会不知道 小唐喜欢你吧 小唐 我只把她当妹妹啊 绝无任何非分之想 我发誓 哎呀 不用发誓 我相信你 只是我刚来这九四不久 好不容易交到你们几个好朋友 我不想因为感情的纠纷 让小唐不喜欢我 朋友 你还只是把我当朋友啊 那 就 男朋友 什么是男朋友 你 就是我男朋友 天哪 我快受不了了 我的小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男朋友 你女朋友我忙了一天了 连口水都没顾着喝得上 你有没有带水啊 没有 你的眼神出卖了你 我哪有 你是不是藏了什么好东西 拿出来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你给我 我都渴了你不给我吃 不行 这个不能吃 李本来就是用来吃的 你要吃回去吃去 可是这是我给你的 你给我呢就是我的了 算了不吃了 那我们两个分这儿吃 我也想尝尝 别 不吃了 为什么 在我们那儿呢 有个忌讳 李一是不可以分这吃的 不然两个人 就会分离 所以 哎 所以什么所以啊 口渴了 回去烤水 所以 你不想跟我分离 我也不想跟你分离 我也不想跟你分离 你总说你们那里 你到底是从何而来啊 我 没事 不想说就不说 也许慕容说得对 你不是凡渐渐渐渐渐 你不是凡渐渐渐渐 你不是凡渐渐渐渐 其实我是一个 平凡的不能嫁平凡的 也许有一天 你见到我的真面目 会很失望的 会很失望的 真面目 你还有多少没嫁过的样子 好 自己选的 就算是面目全非 也要面对 好 孟姑娘嗯 看我给你孟奶 少计大雅醒 那个 你先放那吧 我忙完了就吃 哎 哎开饭了开饭了 最近九四生意不错 我特地置办了一些好菜 赶紧 吃饭 哇 这么多好吃的 孟姑娘给你吃饭 嗯我不饿 你们吃吧 这么多我们也吃不完啊 哎 你是不是惹孟姑娘不高兴了啊 我看她这几天怪怪的 她不开心 关我表哥什么事啊 整日戴着面纱 怕又是染风行吧 她的身体也是够弱的 才来了没几日 就生病了好多次了 你这么说下来啊 我给她弄的那个烧鸡打炸蟹 这么大个的 她一个都没吃 平日里三四个她都不够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觉得 昨日我去晒被乳的时候 碰见她了 她当时倒是没戴着面纱 但是她见到我很快就逃走了 逃走了 看起来有什么异样吗 就是脸上长了些许麻子 皮肤也没有之前白皙了 难不成酿这个五天江 会失去仙女的灵力 无法维持容貌 哎 表哥 雨凡 你还是不舒服吗 我给你准备了点饭菜 多少吃点吧 你放门口吧 我一会吃 啊 那我放门口了 你连我都不想见了吗 不是 是我有点不舒服 那你好好休息吧 今晚本来要智取 想找你帮忙的 既然你累了的话 那我去找小唐了 我可以 我这是做什么呢 嗯 既然我们勾调不出五天江 那就只能破釜沉舟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要洗脚 这是什么逻辑啊 酿酒的第一步 便是智取 自古以来 都是女子采取 因为女子为阴 大取为阴 男子为阳 高粮为阳 采用女子采取 男子下沙的方法 则是阴阳结合 达到五行阴阳的标准 所以 这一步非我不可了 嗯 我小的时候 经常看我娘 在后院里面采取 要将一盆大米和小麦 采得越紧是越好 可我从来没有采过去 那你就把自己 封信交给我就好了 我扶着你 你就像他不一样 用力采就行了 这样吗 雨凡 我今晚就睡在这儿 明早我就起来 加第二次红具 你先回房休息吧 你怎么了 有心事吗 没有 欲寡欢 闷闷不乐的 看见谁都赌 我最近十分注意 跟小棠的相处分寸 你应该不是我 做错什么了吧 你别瞎想 只是 最近九四这么忙 我有点累了 那你这几天 去好好休息 活交给我来就行 星星好美啊 你看 在我们那儿 看不到这么美的心情 所有人都不履匆匆 忙忙碌碌的 用脸上的麻木 去遮掩内心的虚无 但是 城市里面霓虹交错 抬头却看不到一颗星星 这儿 这里的星星好真实啊 人也那么真实 真不知道 这是一场梦 还是城市存在的 只可惜 只可惜 我只是一颗流星 只能短暂地从你生命里面路过 我骗了你 我长得很普通 也根本不属于这里 我不能让你看到我真实的样子 我不能让你看到我真实的样子 不害怕 不敢 就当这是一场梦吧 醒了以后 我们的生活 就再也不会重点了 对不起 谢逊 你忘了我 杜琼 慕容 孟玉凡啊 没来过厨房啊 孟玉帆 你不会真的像流星一样 就这样不告了别了吧 孟玉帆 你和你的脸 我不是孟玉帆 我真实的名字叫孟小凡 孟小凡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都长这个样子 所以他没有朋友 被人忽视 看不起 他只是想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却害怕自己长得不好而被拒绝 或许是老天听到了他的祈祷吧 让他以梦一番的样子出现在了这里 遇上了一个男孩 那个男孩对他越好 他越是心慌 因为他隐藏着一个秘密 他知道自己的容颜不够完美 所以没有勇气告诉他 他害怕那个男孩 会被他真实的样子吓跑 因为 这二十年来 他从未这样喜欢过一个人 所以 你的容貌会变 你真的不是凡人 酒窖里的五天江是我喝的 那是因为我发现 这个酒可以维持我的容貌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我真实的样子就是这样 我知道你们接受不了 我走了 你别再来找我了 玉凡 你就觉得我这么肤浅吗 你以为我只爱你的皮囊吗 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我爱你喝醉气扭巴歪的样子 我爱你不顾一切为我加油的样子 我爱你在那颗蜜梨上 磕得那颗哭笑不得的脸 面对你 我总是能说出内心最真实的秘密 我来找你 并不是因为你是孟雨凡 也不是因为你有多美丽 而是我心里很清楚 让我心动的 魂牵猛赢的 想要守护的 从来都只是眼前这个你而已 原来这就是你的真实容 是 你是生命的 我还是不好干的 孟雨凡 你做了 我的心告诉我 我喜欢他就是这样的你 我觉得那种 这种 不是 我 Patrick 可是 我还是不能回去 为什么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没有办法 面对慕容和小唐 他们肯定 接受不了现在的我 更何况 五天将是我何光的 放心吧 我有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看吗 好看 你干嘛 怎么 我买的唇纸 还不能尝一下 那不是去年滨海之花的花魁吗 听说他今天是特要评委 长得真是不错呀 东小姐 我久仰您大名 听闻您冰激欲骨 粉装欲浊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我素来敬仰您 我也想参加滨海之花的选举 您看 我有希望吗 您喝茶 我烧好个鱼血 这可是我爹地 特意从健康烧过来的 那我给你擦擦吧 滚开 拿开你的脏手 你敢打我 这仨的就是你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他招你论你了 你骗什么打人 好吃好喝的招待你 你不磕头贵心 还敢在这造死 今天我就教你怎么做人 过来不道歉 松开 你们两个丑八怪 我可是选上了 今天的秀女 你们两个要是敢动我 我爹肯定会要了 你们的命 你们两个废物 本小姐被欺负了 还不赶紧进来帮忙 放肆 我可是奉皇上之命 要在皇上大寿之日 进贡酒品的 你们若敢在五体九寺闹事 耽误了进贡 被你们老爷知道了 被支县大人知道了 还想选秀女吗 还想选秀女吗 谁都不敢想她 看我屁了你 我 我 我倒跑 你跑 给我道歉 对不起 大家上 对不起 行了吧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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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不是化了单妆吗 那你要这些干嘛 是要帮助小唐也恢复自信 曾经的我呢 像小唐一样 总是被人攻击外貌 导致我都不敢 以真面目示人 那日你交了我化妆之后 让我发现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丑嘛 化妆可以提高我自己的自信 而自信 就是最好的美颜滤镜了 那你现在能放下所有的顾虑 不用再躲着我 或者 玩消失了吧 那要看你的胭脂水粉够不够用了 要是不够用的话 不得上街去买 你这辈子的胭脂水粉 你这辈子的胭脂水粉 我全包了 想要什么颜色 列出来 嗯 我要TF全套 嗯 今天这个色号就很好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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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来看我笑话的吧 你还想不想参加滨海之花的选举了 这个呢 是鸡血草 有活血化淤的效果 你一日用三次 不出两日便好了 哎呀 好了 就别赌气了 两天之后 还赶得上 谁说我要去了 怎么了 被那一个小贱人说那几句 就被打垮了 孟玉凡 方才杜小姐说我是丑八怪 你觉得呢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你一点都不丑 好 可是我脸也不好看 指甲也圆圆的 手指也不好看 这叫什么事啊 只要啃下功夫 这些都能解决啊 没有办法啦 嗯 毛在我身上 收拨 提分 核心力量 要扎本 来 跟我做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女人真可怕 为了变美 什么苦都愿意吃 不如让你说的视频 现在塑形 你已经完全掌握了 好 接下来就是美妆 美妆其实更简单 我送你个奇言绝句 底妆青宝小仙女 眉毛野生要分明 腌制口红 一个色 骨相要考修容病 你们进来吧 这是实验树啊 这是实验树啊 让我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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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这这这这是大便活人哪 虽说是大便活人 可仔细看起来 眼睛还是这眼睛 鼻子还是这鼻子 嘴巴也还是这嘴巴 哎 哎 你怎么做到的呀 那是因为小唐本来就很美 我只是放大了他的优点而已 你脸上的雀斑 我也没有给你完全的点掉 留一些更显得年轻和俏皮 老外都去点雀斑的 老外 老外 就是 西方人 你看 我脸上也有雀斑 我现在 很喜欢我脸上的雀斑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 自己好像也还挺漂亮的 只是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人发现罢了 像我和小唐这样平凡的女孩子 总是会因为旁人的眼光而不自信 甚至会感到焦虑和迷茫 但是 她让我知道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 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些真实而美好的东西 当我们自信的将它们展现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一个人欣赏原本的你 我觉得味道真不错 有种白蓝地的味道 你刚刚说什么 没说什么 不对 你刚刚说了白蓝地 有吗 没有没有 有 你有吗 走 走 别拉 走 走 别推 走 走 董大哥 你是穿越来的对不对 嗯 你是一个现代人 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在怀疑你说的那些段子的真假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分明就是金庸跟古龙的武侠小说 你骗得了别人你可骗不了我 你骗得了别人你可骗不了我 因为我也是穿越来的 哎呦 这现代人古代人过日子有什么区别啊 在哪里开心就在哪里生活呗 所以你真的是现代人 你总算是看出来了 嗯 那个 那你知道咱们怎么回去吗 小姑娘 我劝你 不要去触犯天机 凡事命中都是注定的 就像我 来了几十年了 从来不找寻回去的方法 那活到现在 不也过得很好 哎 那是因为你在这儿有人崇拜你 把你说的那些武侠段子 当成你的真人真事了吧 那又怎么样啊 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我不回去 要走 你自己走 哎哎哎哎你等一下 嗯 孙子大哥 我要是知道我不就咋回去了呢 你就别来这儿神神秘秘的 你就告诉我呗 哎哎哎哎 该走的时候 老天自然会让你回去 穿越而来的人 终究是要回去的 也许你现在还有什么使命 没有完成 等你完成了使命 就算你想留下来 也留不得 啊 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竟然舍不得离开这里了 可是宗大哥说 穿越过来的人迟早要回去的 我突然好害怕这一刻的到来 孟宇凡 你不能再沉醉这甜蜜的幻想里了 陷得越深 离开的时候 就越痛苦 做得不错呀 孟宇凡 看来你很快就能完成使命了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呢 你现在正在帮谢迅做什么呢 酿酒 孟宇凡 你是酿成这五天浆的关键 酿 酿 酒毒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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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雨凡 雨凡 这个是我在集市上给你买的那一件 可甜了 你尝尝 不想吃 你别擦了 桌子都擦发光了 嗯 坐吧 你那天说我是你男朋友 此话当真 当然啦 我的男朋友 那为什么我的女朋友 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牵上她的手 我 只是还不习惯 那你就好好习惯习惯 我只是有些顾虑 你在顾虑什么 是我哪儿做得不够好吗 不是 不是你不够好 是我不够好 我只是希望 将来我走以后 你能够没有束缚 接受新的姻缘 是因为你终有一天 会像流星一样离开的原因吗 那天晚上的话 你都听到了 你总说要离开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要去哪儿 你到底要去哪儿 总之 我不属于这个地方 我早晚要回到我的世界去 你的世界 是 仙界吗 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那那里的人 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吗 外观上来说 没什么不同 那容貌会有变化吗 容貌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有弄清楚我自己 那那里有九四吗 有啊 不仅有九四 还有 来福厚子 来福厚子 那里很好是不是 比这里的一切 都更有吸引力 对吗 坦白说 那里一切是挺好的 我们不用出门 就可以有吃有喝 不用带着沉重的银两 出门就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 两个人哪怕相隔千里 都可以见面 那你在那边 过得好吗 也许就是太便利了吧 什么事情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不用见面 也不用出门 甚至 不需要朋友 很多时候 都会觉得很寂寞 那你的意思是 那边的人 不需要朋友 也不全是吧 也许 只有我 我没什么朋友 上大学之后 就连生日 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 一个小蛋糕 一首生日歌 每年都一样 也许对我这种人来说 也挺好的吧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又说了一些你听不懂的话了 雨凡 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那些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 你很难过 既然你在那边过得不如这边好 那你可不可以 留下来 那天慕容说我是神仙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要是真的是神仙 就好了 可是我不是 我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去留 我只问你愿不愿意 留在我身边 我 我当然愿意啊 可是 没有可是 只要你愿意 我有办法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不分离了 你不会觉得 通过一根绳子 就可以改变命运 这也太幼稚了 但是我 好喜欢 别小看这一根绳子 月老也是用这一根红绳去绑定音缘的 从现在起 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 好了 蒸馏的设备已经做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酒料了 嗯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睡不着 我 我 我口渴 我去给你倒杯水 怎么办 怎么办 给你们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我的女朋友 孟雨凡 女朋友 是什么意思啊 这 这个我知道 风哥跟我说过 女朋友啊 就是未过门的媳妇 你们果然是一对 对不起啊 小唐 我之前没有告诉你们 没事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找到我真正的归宿 灰宿 哦 哦 你 那小唐 我真心地祝福你们 慕容 照顾好我妹妹 这人都干嘛心 我一定照顾好 那既然大家都公开了 我们就一起庆祝一下吧 嗯 等一下 我有件事情没有告诉你们大家 我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那你真的是仙女吗 不是不是我不是仙女 我 哎呀我知道 你是穿越来的是吧 你知道穿越 我当然知道 风哥早跟我说过了 她有个发小叫范贤 她就是穿越过来的 哎 彪嫂 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些 我们都是一家人 无论你从哪儿来的 只要你能找到 自己真正爱的人 我们替你高兴都来不及呢 谢谢你啊 盛赞 雨凡 生日快乐 今天不是我生日 我知道今天不是你的生日 我只是觉得 你之前的人生 我都没有参与过 我想参与你人生中的每一天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以 我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要把你前二十年的生日 全都补齐 好 蛋跟 糖糕 这不是蛋糕吗 嗯 嗯 好吃 这是我吃过 最好吃的蛋糕 你喜欢就好 好了 蛋糕也吃完了 接下来 就是 迷雾碗 这些 都是给我的 嗯 这个 是你二十岁的时候 那个 是你十九岁的 那旁边那个 是十八岁的 长这么大 除了我家人 还没有人送过我这么多铃 最重要的 是这个 今年的 齐迅 你现在学坏了吗 你以前是滴酒不沾的 你现在居然买酒杯 要是没有酒 你就不会出现在我身边 要是没有酒 我就没有勇气 重新站上舞台 是你让我知道 酒也可以让一个人 变得很美好 我希望你在这里 过得比那个世界更幸福 讨厌 这群水都干涸了 完了完了 这下老天爷都不帮我们 咱们几个这下死定了 辛辛苦姑娘造的五天间了 不会就这么功亏一亏了吧 先别说那么丧气的话呢 要万一事情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呢 哎 慕容 你消息灵通 你去打听打听 这泉水什么时候干涸的 泉水的源头在哪里 行 我这就去打听了 好 你 你说 你终于找到亚太王了 但是泉水已经干涸了 一滴泉水都没有了 那是因為你還差最後一道關鍵程序 什麼關鍵程序 我? 孟小凡 到了該做決定的時刻了 我等你回來 什麼叫 最後一道關鍵程序是我 這個權利 應該就在這底下 該不會被石頭堵住了吧 那是因為你還差最後一道關鍵程序 孟小凡 到了該做決定的時刻了 三公主就選擇犧牲自己 回到了他原來的世界 換取了甘露 拯救了大家 也許你還有什麼使命沒有完成 等你完成了使命 就算你想留下來 也留不得 我知道 謝太思 為什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麼殘忍啊 宋大哥 怎麼是你 看來你的使命 就要完成了 只有我進入那泉水 回到了二零二一年 亞旦汪才能夠湧出泉水 五天江才能夠釀成 我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殘忍啊 到底是誰在制定這個遊戲規則 我 我 我莫名其妙地來到這裡 全心全意地愛上一個人之後 現在讓我離開 你也可以不走 就像我 只不過釀不出五天江的後果 你跟謝遜要一起承擔 該怎麼選擇 由你自己來決定 我不想回去 只離我愛的人 還有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的友情 我在這兒過得很幸福 可是我不想謝遜被問罪 我該怎麼辦 你 沐雨凡 你已經長大了 往後的人生 你會面臨著無數個兩難的選擇 也許這就是上天 讓你來這一套的意義吧 別是容易 見識難 諾花流水 春已去 天上 人間 旅凡 你怎麼在這兒啊 快回家吧 大家等著吃飯呢 我不願意陪著我一起悲傷 也不願意讓你看到我狼狽的樣子 我希望 在我離開之前 我們能夠創造一段 足夠美好的回憶 足以支撐我們未來 分離的時光 你怎麼了 我們明天 出去玩吧 準備好了嗎 你確定今天要出去玩 不釀酒了嗎 今天不釀酒了 管他什麼丫頭不丫 走 跨越千年的雪流 破舊誓言 冰風千年的酒 指鏡讓你未變 夢裡也許能 再相見 遙遠的愛戀 撥開蒼蒼人海 只為把你一遍 跨越千年的雪流不住誓言 冰風千年的酒指鏡讓我未變 兩碗芝麻糊 謝謝 那又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芝麻糊 問小唐的唄 他說你小的時候 特別喜歡吃黑芝麻糊 但是因為淘氣 經常畫得滿臉都是 背來這件事情沒少挨打 所以呢 就沒怎麼再吃過了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都快忘了 沒關係啊 你這次呢你可以盡情地吃 就算畫得滿臉都沒有關係 你怎麼不吃啊 吃小時候的味道嗎 嗯 你看 我有個禮物要送你 這支簪子呢 是我母親留給我的 她交代我 要將這支簪子 送給我未來的妻子 我戴這個好看嗎 好看 哎呀 咱們快回去吧 我讓慕容做了一大桌子菜 再不回去就來不及了 快走了 咱不給你了 乾杯 啊 來 吃啊 嘗嘗今天尚仔做得怎麼樣 可以啊尚仔 你現在這個菜做的 可以收徒弟了 我覺得我也可以當師父了 其實我最大的理想就是 傳出授業 那等酿酒臭 安排 嘿 小唐呢 其實我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志向 我就是想有一個自己的家 相關人員快表態啊 啊 安 安排 那表哥呢 是不是擴建舞臺 不是 那是 我也想 安排 你願意嗎 孟姑娘 嗯 你別害羞啊 等這酒釀出來了 我們都安排上 來 再乾一個 嗯 對 都 都安排 來 乾杯 可是萬一 我們叫不出酒怎麼辦 哎呀 你們別這麼善好不好呀 既然你們都這樣子的話 我就只好說實話啦 其實呢 我已經跟三娘娘聯繫好了 所以你們不用太擔心 說不定 一覺睡醒了 全水就有限了 我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昨天是逗我的 你一定能跟她聯繫上 嗯 來 我 我們乾一杯 這麼就都放心了吧 我還有個 小禮物要送給你們 等著 送給小唐的 嗯 你是一個外剛內柔的姑娘 但是我希望 在未來的日子裡 你能夠活出信心 活出屬於自己的精彩人生 還有啊 現在已經有了心愛的人了 以後就別捂刀弄棍的了 大人很疼的 我盡量 啊 還有這個 食譜大全 給尚宰的 這裡面收錄了我從小到大 覺得最好吃的東西的做法 我祝你早日成為 濱海第一廚神 然後呢 生一個大胖小子 像你一樣壯 一樣講義氣 姚嫂 放心吧 等我們有了孩子 我們一定 也讓她當五體九四的主廚 嗯 嗯 這個啊 是送給你的 這個叫愉快 同音 愉快 給你試酒用的 希望你未來的每一天都 快快樂樂的 拿著呀 就這些嗎 沒有別的想說的 送個禮物 說這麼多還不夠啊 還要說什麼 孟姑娘 你為什麼突然送我們禮物啊 好奇怪啊 對 奇怪奇怪很奇怪 孟宇凡 你是不是有事情瞞著我們 沒有啊 我有什麼事情瞞著你嗎 我就是想送個禮物讓你們開心開心 小唐 我有一個新的遊戲 我教你玩吧 可以啊 好不好 你從來沒有玩過哦 一片大草原呢 一片大草原呢 我們來抓羊呢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五隻 一隻 再看一遍 一片大草原呢 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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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岔 你真的要走吗 只有我走 才能够救你 救大家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都是慕容 她天天神神叨叨地 说那么多不靠谱的故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 真让她说中了 只有三公主回到天界 才能够换取甘霖 拯救大家 玉芳 你不会相信那个传说吧 传说都是假的呀 这不由得我不信 是 是 传说马 你不信 是 是 是 seperti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不可能 雨凡 雨凡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你给我一些时间 好不好 你相信我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呢 雨凡 你不要离开我 好了 不哭了 丑不疯 丑不疯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走的这段时间 你 你不也许看别的小姐姐 也 也不可以再去一法刺 听到没有 我答应 我答应 我什么都答应 我上次都答应 你说你离开这段时间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我还会回来的 鸭蛋汪旁边的这棵百年神树 相传 是东海三公主亲手种下的 滨海的渔民 是待靠打鱼为生 而这棵树 就像那盏明灯 为远方的人 指引归来的路 什么意思啊 远方的人 归来的路 你的意思是 这棵树能让你回来 我将你送给我的东西 埋在此处 为的就是 等我回来 能够一物寻踪 重新回到这里 本来 是想把属于我们的回忆 带走的 但是现在 我又要骗你了 你还记得 我第一次在浴池里面 见你练武吗 然后呢 你就非得逼着我 听你那些秘密 然后逼我做你的师父 请你收我为徒 还有这个 这个呢 是我不喝五天江以后 我就没有了美貌 是你接纳我 鼓励我 让我重新地找到信心 这个纯值 也很有纪念意义呢 这个就更重要了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 除了我爸以外的男性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他还是一对的呢 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了 说实话 我有点舍不得 按你的方法 真的能回来吗 只要心中有依托 便能够梦想成真 我不因为也是这样 才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 找到你的嘛 对不对 哎呀 好了 你说说等我回来以后 你怎么安排吧 成亲 让你做五体九四的老板娘 好 成交 但是我可有个要求 好 在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呢 你要好好生活 注意健康 不能把身体给我搞垮了 还要好好地经营五体九四 然后把我们的舞蹈 发扬光大 让它成为整个舞朝 最受欢迎的生活室 如此可教 这样的话 等我回来之后 我就有 好多好多花不完的银子 还有大大的房子 哦 还有还有啊 还有啊 当然啦 我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亲一嫁给你啊 我要你跟我求婚 求婚 求婚就是 如果一个男孩子 想娶一个女孩子 就要准备戒指 为的呢 就是让女孩 能够相信男孩的承诺 其实就是一个仪式 戒指 我怎么才能找到的 我现在就去准备 戒指就是 你看 哪怕它是一棵小草 只要把它圈成一个环 来 孟姑娘 孟姑娘 看看我做的汉堡包 孟姑娘走了 我知道 留下一封信 谢迅 见字如面 这一走 应该就是永别了 原谅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不是我决绝 而是因为 告别必须草率 离开才不至于那么难受 谢谢你 陪我做完了我想做的事 也谢谢你 陪我度过的这段时光 虽然我们注定要分离 但我们还拥有曾经的朝夕 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忆 鸭蛋汪的泉水 应该也涌出来了 秧城五天僵了以后 你一定要多替我喝一杯 不用怀疑我对你的爱 可我们始终是两个世界的人 无论我们多么相爱 都无法改变我们的结局 所以 我想要麻烦你一件事 忘了我吧 你值得拥有一个 比我还爱你的人 我会带着这段记忆 勇敢地面对我接下来的生活 请你不要为我的离开而难过 我希望你余生幸福 孟小凡 我想你了 到底是否 怎么能过来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想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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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我爱你 所以是你 因为你怕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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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主还有两分钟上场 好我知道了 哇 三公主好漂亮呀 我叫孟小凡 我回来了 从前的我胆小 自卑 喜爱跳舞却不敢增台 重新回到现在的我 已经完成了蜕变 是她让我哭泣勇气 展现最真实的自己 她让我知道 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怎么会有人欣赏 你最真实的 所以 你不想跟我分离 我也不想跟你分离 让我心动 我心动的 我心动的 想要守护的 从来都只是眼前 这一开始 我的心告诉我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 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切 永远留在我的记忆身处 它们永远不会消失 永远那么美好 你现在 过得好吗 我忍不住 泪模糊 是些 人记得 在我右边 穿的那面 有你的笑脸 中风那天 永远我面前 中风那天 永远我面前 宣布 到在我家里 到在我家里 我一旦 不算 我都会 傻子 我一旦 又去 我一旦 不愷 不愿 我一旦 你 хот 你和好 Alfie 云 你和好 舅舅有 冯 我挺好的 我来这儿上班已经两年了 每天都会扮演龙王三公主的故事 我现在可是一名真正的舞者了 不过 每次到这儿来的时候 我还是愿意穿着 我们第一次相遇的衣服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我觉得 我们之间的故事 不是梦 算了 不说这个了 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吧 你酿的五天江啊 后来得到了乾隆爷的赏识 乾隆爷可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不过 再厉害都没你厉害 你酿的五天江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 我跟你说一件好事 九四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客人也越来越多了 都快忙不过来了 我现在对酿酒也有了新的体会 仅仅一文二摸三长 就能将酸度还有水分了然于凶 也可能是因为热爱吧 因为你 我也爱上了这个角色 我真的好想你啊 我真的好想你啊 要是我能像这五天江一样 一直陪着你就好 如果我们一起酿的酒 能一起陪着你 那我也就安心了 说不定 我们在同一片月亮之下 举杯要明月 对影成你我 晚安 谢许 晚安 玉帆 各位观众 我们的节目即将开始 请大家就位 马上对大家献上的是 我们东台西西 著名的爱情传说 《龙女酿》 有请我们的舞蹈演员 孟小凡 大家掌声鼓励 到最后我才发现什么是怒言 残留在你心里剩一点甜 保留在我内心最深刻的是你说告别 当放开了手以后 在东西过边编达 在东西过边编达 离开后我还留在相遇的地点 从前的地点 从前的一滴天 放映我面前 清晰的让我感觉你从来都没有说再见 痛的我心最深刻的地点 雪梅让你发觉 残留在我的指尖 我的世界 在你心告别 来到半空的房间 我忍不住 泪模糊视线 人记得在我右边窗的那面 有你的笑脸 谢谢 你不相信 永远 现在我要走了 要去做自己的事情 希望你们把酒和酒自发言光大 另外呢 对小桃好一点 提前祝你们天天秘密 白年好 老中 从前的一天 天